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 8月31号直播一的要文简报,第1个是 台湾国防部8月31号向立法院提交了2023年度防卫预算 陆军决定不购买自行火炮,改为买18套 海马斯 多管火箭系统 乌克兰战争已经显示了这套系统的强大威力 台湾国防部的消息人士已经在8月初透露,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台湾 因为乌克兰战争让台湾购买的 这个 M109A6 自行火炮要延期到2026年才能交付 台湾国防部那个时候已经考虑改为购买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2020年10月 批准对台收买11套海马斯 这个海马斯系统,那么连同今年编略的11套 那么台湾到2027年 固有29套 这个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 台湾国防部同时编略预算购买 864枚海马斯火箭系统使用的 精准火箭和84枚 射程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区域导弹 可以打300公里 目前台湾 拥有的大部分的重型武器 都是乌克兰向美国提出要求的 比如说 台湾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它的自行火炮,155毫米的自行火炮 埃布兰主战坦克,那么都是乌克兰想要的 这是第1个,第2个 台湾国防部针对中国大陆的无人飞机飞到台湾外岛 举行国际记者会 国防部表示 国军将会依照威胁程度采取必要的驱离 和反制措施 如果国军侦查到中国无人机进入台湾空域 空军将会提升防空导弹的警戒级别 进行追踪监视 如果趋力无效,国军将会按照程序 实施接战 接触战斗 并且使用自卫权反击 8月30号下午 驻守金门二弹岛的国军对一架进入下方 限制空域的中国无人机 进行了实弹射击,另外 推特上也流传 台湾的无人机飞到福建厦门 脚宇的解放军基地 视频显示无人机从金门方向 飞到脚宇 当时有多名解放军士兵正在操场上集合 当时没有人发现无人机,军人马上坐鸟受膳,跑会建筑物 第3 俄罗斯举行东方2022军事演习8月31号 在 乌苏里斯克 希尔盖耶夫斯基的训练场开幕 中国、印度、白罗斯等国家参演部队 在开幕式举行了分裂式 中方的联合战役指挥部指出 中方参加 参演部队主要是由北方战区 所属的陆军、海军和空军组成 参演的兵力有2000多人,各类车辆装备300余台 固定翼的飞机和直升机21架 舰船3艘 过去10天 中方参演兵力以摩托化行军 铁路运输、海上机动、空中运输的方式 投送任务 东方2022军演 在俄罗斯的东部 东部军区多个训练场 和相关海域举行 持续到9月7号 参加兵力超过5万 总共投入5000多件武器装备 规模明显缩小了很多 第4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 乌克兰军队利用大量的木制 海马斯火箭 多管火箭系统的模型 欺骗俄军的无人机 这些模型制作粗糙 但是足够欺骗这个分辨率不高的俄军无人机 俄军无人机一发现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的模型 就发射导弹攻击 俄军至少使用了10枚导弹 这个导弹价值650万美元 这个巡航导弹攻击 多管火箭系统 的模型 炸掉的是模型 所以 在美国和乌克兰的共同监控下 美国提供的海马斯多管 火箭系统目前安然五样 第5 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杜西8月30号抵达台湾访问 成为8月份第2名访问美国的州长 8月31号上午 杜西参加美国 美国商机日 她说台积电在当地设厂 吸引了不少周边的产业进驻 现在凤凰城北部地区有如小台北 杜西强调 台美经贸关系密切 特别是台积电投在当地设厂 他这次访问台湾将会预告这次出访 也预告在台湾 设立州办事处 聚焦高科技的投资 台积电是2020年宣布投资35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 设立美国第2个生产基地 去年动工2024年量 直接部署目前最新的 5纳米工艺 规划月产2万片晶片 另外台积电对手 英国的英特尔公司随后 2021年宣布准备在亚利桑那州 建设两座芯片工厂 耗置200亿美元 第6 台湾11月26号将举行九线合一的 县市长选举 现在受理人登记参选 民进党台北 台北市参选人陈时中 陈时中出名的就是 抗议总指挥陈时中他现在参选 台北他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长 那么副市长黄珊珊8月31号到 到中选会登记参选 陈时中由前副总统 陈建仁和 立委陪同参选 他表示将会负起责任 做一个称职的候选人 提出更多的具体政策争取台北市民的认同 代表民众党参选的黄珊珊是由民众党主席 台北市长柯文哲陪同参选 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 蒋万安号称是蒋家人 蒋万安 是9月1号登记参选 台湾苹果新闻网8月31号举行的名标显示 黄珊珊支持率是37.5 蒋万安是32.3 陈时中是30.2 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将会选出九类地方公职人员 包括直辖市的市长 直辖市的议员 县市长 县市议员 乡镇长 乡镇代表 直辖市三地原住民的区长 直辖市三地原住民的区民代表 还有就是村里长 九级一直下来九级 什么叫民主选举 这是真的民主选举 这是发生在台湾的真正的民主选举 中国大陆是假选举 假选举叫全过程选举 那是假的 第7 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 8月29号宣布 已经与白俄罗斯的550公里边境新建4米高的 带次围栏 防止大量的非法移民越境 2022年立陶宛的非法移民暴增 其中以中东和非洲的移民为主 大概有44200人 大多数来自白洛斯 8月27号立陶宛的边防部队 拒绝了125人移民入境 这是自年初以来最多的人次 西方国家指白洛斯政府组织大批的移民 偷渡到立陶宛 是混合战争的一部分 白洛斯当然否认 第8 中国财政部 和澳门政府8月31号宣布 将会在9月7号在澳门发行30亿的人民币债券 这次发行的国债是面向专业投资者 澳门政府欢迎中央政府在澳门发行国债 认为是中央政府支持澳门发展现代金融业 活跃澳门离岸市场的一个举措 中国政府在澳门发行国债就是吸引外汇储备 在前几个月顺差大 但是外汇储备并没有增加 那么有说法是什么呢 有种说法是 现在换外汇很困难 于是有些人呢 就把 钱 买了货 出口到了海外 外汇就留在海外 用这种方式 把资金移出海外 这是过去上半年中国出口暴增的其中一个原因 那么现在中国开始 开始外汇紧缺了 澳门市政府说欢迎 欢迎这个 中央政府跑到澳门去发行这个发行国债 说明什么 中国现在要跑到澳门去发行国债 国债通常在香港 香港是金融中心啊 澳门那是弹丸之地 发行国债 说明中国国债发行是有问题的 第9 京东和百胜已经接到通知 将会纳入美国上市公司 会计监察委员会第1批审查的中资企业 京东和会计事务所 得勤 百胜中国和会计事务所毕马威已经接到通知 中国和美国在8月26号达成审计协议 美国的审计人员9月份将会到香港 审查中国公司的审计底稿 阿里巴巴是昨天接到通知 成为第1批审计的中资企业 第10 中央气象台8月30号 下午6点钟解除国家级的高温预警 中央气象台指出 目前高温范围明显缩小 强度也已经减弱 这次高温预警是从7月21号开始 发出 连发41天 其中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 从8月12号起 连发12天 打破了2010年实施气象灾害预警发布办法的记录 截止8月28号 全国有23个省 出现了40度以上的高温 366个国家气象站 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最高值 至于高温期间出现的干旱 中央气象台预测 8月30号 江西 湖南 贵州 重庆 湖北 浙江 等地区仍然存在 中度到重度气象干旱 局部特汗 中央气象台预测未来三天 多雨 由于降雨不均 大部分汉区气象干旱的人将继续发展 将继续发布气象干旱层射预警 第11 国家卫健委8月31号公布 截止8月9号 全国已经接种了34亿次 武汉肺炎疫苗 12.68亿人完成全程接种 12.68亿 中国有14亿 12.68就是 绝大多数人已经完成全程 两剂 2剂疫苗 那么其中 8.2亿人已经接种了 加强剂 60岁以上的老人有2.38亿人完成了接种 1.76亿人已经接种了加强剂 为了提高老人接种疫苗 各地采取了措施 方便老人接种 其实就是强制 中国国产疫苗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 但是它又加强各地的这种 你可以看到中期业绩报告 中国的疫苗企业 它的业绩持续暴跌 这就是最近 全国各地都在抓老人打疫苗的原因 因为要 充他们的业绩 你基本上可以看到 中国进行核酸检测 中国抓老人去打疫苗 跟上市公司的 业绩都是有关系的 其实折腾中国人 都是为了他们挣钱 我话说的一点 绝对 但是不绝对 大家听不清楚 12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8月31号宣布 放宽入境限制 9月7号起 外国旅客无需导游 也可以入境观光 单日入境人数上限由2万人 增加到5万人 岸田文雄表示 目前其他国家已经恢复 活跃交流 日本也希望参与其中 日本将会善用日元贬值等有利因素 吸引外国游客入境 同时会视疫情发展 阶段性的放宽限制 日本初入境管理局统计显示 7月份平均每天入境日本的人数 大概是1.4万人 8月份增加到2万人 另外 韩国政府宣布 9月3号起 旅客入境前不用进行核酸检测 但旅客入境后24小时仍然要接受核酸检测 韩国旅游业 韩国旅游业界人士认为 入境前的核酸检测 要求缺乏精准 加重了旅客的负担 韩国8月31号新增10万名确诊 75人死亡 重症个案569宗 韩国政府相信这一轮疫情高峰已过 计划在第4季度开始推动接种第2代疫苗 有效的对抗Omicron BA5的变异株 13 天津今晚报报道说 天津海关近日 已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 查扣了1321本 印有中华民国字样的图书 报道指出 这笔书籍总共是5165本 是天津一家公司申报进口 书籍包括漫画 科普读物 书法和文物图鉴等 海关人员发现 有57种1321本书籍印有中华民国字样 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 损害国家主权 中华民国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中华民国时间长 他凭什么损害他的 天津海关已经查扣这批图书 然后转交后续部门处置 在台湾出版的书籍 封底的版权页上 大部分会印上中华民国的日期 按照现在的规定都会被查扣 这是我们今天的要文简报 下期再见